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分三个人的不同了好了 我的专辑的话是陈其珍的《华丽的冒险》的一张专辑 里面因为有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是刚开始喜欢上民谣音乐的歌曲 所以因为这首歌让你对音乐比较有兴趣 想要自己开始玩音乐 没错 我是陈哲的《月之路》专辑 它是精选集 那个是以前我姐姐买的 然后就姐姐听什么我就听什么 然后 里面有一首《寂寞的季节》只有吉他 我是因为那个才想学吉他 真的 OK 那不错啊 R&B 流行乐 就是从小时候开始听 以前很流行R&B 对 很多元 很神奇 就是一首歌可以让你想要自己学吉他 然后你自己因为开始学吉他 然后后来也可以自己组乐团 对啊 我觉得还蛮棒的 没错 我好像很多阶段 因为我从小时候就是听王力宏周杰伦 就这些 所以我小时候想当这种很帅的帅气 那个偶像歌手 然后后来 所以有开始去弹钢琴 弹钢琴之后然后去学吉他 然后学完吉他的时候因为 国中的时候要考试 就是那种 要考一个很大型的考试去上 才能够去上高中的那种 然后我就停止弹吉他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我高一暑假的时候 高一寒假的时候 听到 盧广仲的第一张专辑 找安诚之美那一张 对对对 一百懂神皇那一张 然后就听到 在空间上听到我爱你 那他那时候第一个最有名的一首歌 然后我就觉得好厉害喔 就是吉他好帅 然后就又 就重新把我的吉他拿出来继续弹 然后就就就就弹到现在了 然后 然后 所以我想 所以这阶段是盧广仲的 律拜董事后 但是 到开始我们组成乐团之后 开始创作之后 就是 我对音乐的想 就开始听更多 不同样子的音乐 然后我后来听到 日本的一个 一个后摇 一个电子后摇团 叫做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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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辑 专辑就在 还有签名 对 我们后来成为跟他们一起表演 我们后来跟他们一起表演 成便的朋友 很励志耶 对 他打破我对音乐的想像 然后旁边那张 这张来巴贝贝的私人经验 是 我觉得 可以改 就是对于我 写 Lyrics 的 改变 他不是说一员一张吗 对 不好意思 很难 很难 作弊 很难只弦一张耶 就是太多 太多了 对 因为你说很多阶段 对很多阶段 所以 路观众就是 让你重新的吉他有热情 对对对 然后再来这个 这关创作有关系 喵就是 跟另外是 创作音乐方面 跟歌词方面 对对对 反正拆开了 对不好意思 讲太多了 因为四字笔的唱作也是他 所以让他多讲一点 对对 讲太多了 不错不错 好啦那你们 自己的音乐的话 如果外国人要开始听 四字笔的音乐 你觉得要从哪一首歌开始 会 比较适合 我们是觉得 一首歌叫做明天的自己 比较适合 因为这首歌 明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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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觉得 其实外国人在学中文 应该 这些字应该都知道 明天的自己 对 这首歌 歌词比较简单一点 那 虽然里面的意义 可能比较深 但是可以先从歌词开始认识 那 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 也有这首歌 所以搜寻的到 OK OK 不错不错 明天的自己 然后最近 最近也是有新歌 叫做 美丽的人 美丽的人 那这首歌我还是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听这首歌 的时候 嗯 虽然我也是外国人 所以常常听歌词 会有点 听不懂 那个里面的意思 但是有一句话 有点是跳出来 就是美丽的人 有魅力的方式 追梦 追梦 追落 追落 OK OK 所以我不是要多问这个 背后的那个故事 故事跟灵感是来自哪里 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 最开始我创作的时候 是用英文 用英文创作 哦真的 对然后是去形容 你会常常这样子吗 常常用英文先 有个阶段 OK 都用英文为主 然后后来才 后来再把它转 其实一开始跟 那个制作人讨论的时候 就想说想要唱英文 但制作人就说 不行不行 我觉得还是要唱中文 要改成中文 就是比较适合四支笔这样 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 这首歌英文歌名叫The Driver 然后他是在有一次我在 骑车过桥的时候 看到一台车 就停在桥边 就是有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在桥上 就会有一台车 停在旁边 不知道 可能是发生车祸 或是不知道为什么 车就放在那边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回去就会想说 那个司机 会不会 跑去自杀了 因为车子里面没有人 对 车子里面没有人 就我会一直思考说 会不会我其实应该要停下来 去找 去找看那个司机 去关心一下 因为搞不好 搞不好事情会发生 对 所以就依这个想像去写The Driver 对 所以 所以他想像的那个故事里面 对 想像故事里面就是有那个 这个司机他可能 他 我就是我的这首歌的 英文歌词里面 我把我 我把我想像成一个 已经在那边 刚最 已经在那边 自杀的 灵魂 而受 但是又去看到另外一个 同样做同样的自杀跳乐乐的女生 对 这样子一个循环 对 在英文里面它是一个故事 比较tragic 对 tragic 对 对 tragic 但有时候也是这种音乐会 感动 对 对 希望 可以 然后之后就把它转成美丽的人 其实 其实讲的事情也是 同样的 嗯 在讲一个 一个 但是因为我以前对 自杀这件事情 就会比较 负面 负面 比较负面 的想法 就觉得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或是我们 可能是因为我们导致 因为社会太冷漠了 嗯 所以我们导致 我们没有去关心他们 但到后面 到最近 开始在 就在重新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会去思考 我就会变成 以 那个坠落的人的角度 去 去想说 哦 我为什么要自杀 嗯 我可能觉得自杀是可以 才可以解决我 内心的痛苦 会不会得到自由 嗯 所以我 我用美丽的方式坠落 我觉得我 我这样子很漂亮 这样子 去让他有点 不是只有 negative的 的意义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搞不好 你用这个角度来 写 一首歌 可以让 在这个 中空里面的人 听到这首歌 觉得有一个人了解我 那就 不用去自杀 对 这也是我 我一直写歌的 的 的 初衷嘛 就是我很想要 我很想要 写悲伤的故事 但是让人家得到共鸣 嗯 可能让人家可以释放 情绪之后 就会好了 哦那还蛮重要 对 而且美丽的人 最后一段 就是他在讲一个 世纪 世纪 变化 然后就是觉得他是一个 就 人就有轮回 一个 circle 我们就会一直不断 越来越好 哦 原来 因为其实音乐的气氛 在那首歌的后面也是 还蛮 呃 比较positive 一点 对 英文可能说 uplifting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希望那一段是gospel 哦 对 所以gospel本身就有带有 比较positive的意义 对 很不错 对 就是 融入很多不同的 的 那个 神刻的意义 嗯 在歌词跟音乐里面都有 对 对 还蛮棒的 嗯 那 我还是 很有兴趣 你 用英文 先写歌词 然后你要翻译的时候 会觉得很困难吗 超难 超级难 我以前觉得很难 嗯 现在 现在其实我正在 正在 正在改另外一首 也是从英文歌词 传声中文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轻松蛮多了 就是 可能因为经过美丽的 那个锻炼之后 OK 更容易去揣摩那些事情 那你们三个人这个时候会讨论吗 怎么翻译比较好 我们通常不讨论翻译 OK 就是由Vivo去从故事去直接转化 OK 不是翻译的文字 嗯 因为翻译的文字原本有讨论过以前 嗯 讨论出来就直接翻译 就 就 不能够直接翻译 而且还是三个人都一起翻 对 就真的不能够直接翻译 就像中文会变很stupid 就变很stupid 然后又意义不太一样 对对对 所以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中文其实有点距离感 中文 我觉得中文有点距离感 所以你需要去营造一些新的氛围 嗯 但是又不是那个主軸 这是困难的地方 那个atmosphere 比较 不太一样 对 文字上的思考 文字上的logical 不太一样 对对对 好 呃 那我 我们刚讨论美丽的人这首歌 是新歌 所以大家多听一下 所以很好听 对 那 我们就是 往后一步 回到明天的自己 这首歌 那里面有没有一句话 一句歌词 可以 教这些 在学中文的朋友 应该就副歌吧 可以啊 你唱 你唱 你唱出来了 好 你面啊我怕我发音不标准 就是 该怎么面对 明天的自己 哦 ok 对不起 该怎么面对明天不同的自己 嗯 该怎么面对 明天 明天不同的自己 不同的自己 嗯 ok 是我们副 那首这首歌的 副歌 副歌 ok 要唱的话要怎么唱 嗯 该怎么面对 该怎么面对 明天不同的自己 嗯 哦 漂亮的旋律 又不会太快 对 哈哈哈 没错 就是因为不会太快 哈哈 哈哈 特别挑了 就学会这句话 就可以跟着唱 没错 对 那不会很难 真的不会很难 下次一起唱 可以跟我们 在表演的时候一起唱哦 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你们 呃也是常常会去 国外表演 是不是 嗯 我们常常去日本表演 嗯 所以有 有日本的朋友 就多 多练习 这句话 都可以一起唱 那 呃 你们有去过英国吗 没有 没有 很希望可以去啊 所以这个我们 就是有一些功课 要安排一下 哈哈哈 我需要努力一下 没错 我需要安排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那今天就非常的 谢谢你们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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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